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的专业是护理 我个人的一个专场 我具有开放积极的一个特质 然后我对医护照护有极大的一个热情 那在做USR以来 我们从刚开始 就是不知道要怎么样 这些场域的一个需要 然后也不知道要怎么样 让学生跟场域做一个结合 所以我们就从我们的一个护理专业 开始着手 那我们最先开始的时候 我们就去设立了一些建检 然后帮社区长辈做一些健康评估 再来我们也发现 社区独居的老人很多 所以我们也把那个智慧手环 把它引进场 然后这个智慧手环 我们有一个健康照护平台 那这些独居者呢 他们这个健康照护平台 我们就可以分享给社区的管理者 那社区的管理者 他能够去帮忙监测呢 这些独居者的一个健康状况 那在疫情严峻期间呢 那我们也开立了这个线上的一些活动 然后用了一些活力健康操 来跟社区的一个长者做一些互动 那再来呢就是学生我们有一个活动 叫大手牵小手 这个是让我觉得最感动的事情 因为透过里长的一个介绍呢 我们就是有一些长者 然后学生跟着这些长者一日主生情 那这些长辈呢 他们也很乐意的分享他们的人生历练的一个故事 那学生从这个过程当中呢 他们了解这些长者的过往跟目前的一个状况 学生就是跟着他们学 另外呢就是学生呢在这个互动过程中 然后也分析到长者的一个身心状况 那这就是让我最感动的 学生他们虽然是在大一大二 可是他们还是能够呢 把他们自己所学的 然后把他们用出来就是照顾这些长者 再来呢我们在这个参与USR以来呢 我看到学生的改变是 就是学生从教室然后到社区的一个学习 那不但丰富了他们的学习经验 也让学生体验了大学社会责任的一个精神 那学生他们在每一次的那个物联仪器当中的一个健康 学生能够根据这些仪器检查的一些纸 他们能够即时的根据这些纸 告诉这些社区的长者 这些纸所代表的意义 然后给他们一些卫生教育 那这些长者呢也很高兴说 这个学生能够给他们这些很好的一个健康照护措施 所以对学生呢也给予很好的一个评价 那这当中呢就带给学生信心跟成就感 那学生也从这个过程里面呢了解到 观察到他们这个护理专业的一个价值 那学生他们就觉得说对于未来呢 他从事护理工作他们是更进了一步 另外呢我自己的改变就是说 我觉得虽然老师在教室讲很多 那但是还是实际上呢要让学生能够有 场域实践的一个机会 能够从做中学学中做 这样更能够来提升他们一个护理效能 那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我每一次去 到社区去实践这个USR活动 那社区的一些关键人物像里长 他们都会给我一些建议跟想法 在每一场活动结束之后 那我就会去思考这一些议题 我到底要再怎么样做一些改变 然后再去实践 让我下一次的一个USR活动 能够呈现得更好这样子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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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